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酒都给放酸了 卖酒的心想 我这生意怎么越来越不理想 是不是我有什么缺点 我来找人问一问 问谁呀 问他们这一驴的驴长 驴长是什么呢 古代25户为一驴 驴长就相当于现在 驴长这个职位 这驴长姓杨 叫杨钱 今年七十岁了 人生经验丰富 卖酒了就问了 驴长您瞧瞧我这酒铺的 声音越来越差 你给提个意见 这驴长一听 这酒铺子 养狗 好吧 是啊 我养了两条狗 给我看家户院了 我怕有人偷我这酒 上回有个小孩找你买酒 你这狗闷的一下就出了 把这小孩吓好了 之后人家的家长来找你 你还一个劲的给人家赔不试 这事你记得吗 我记得呀 行 你记得就好 这就是问题所在 你想啊 你每天放您的两条狗在门口 溜达来溜达去 门门门门门门 不把人家给吓死 哦 这卖酒一听明白了 回去之后 把这两条狗牵回家 从此之后 他的生意又开始兴旺起来 狗蒙酒酸这个成语 由此流传下来了 狗蒙酒酸这个成语 由字面上来看 好像是这两条狗 耽误了他的生意 后来用来抵御朝臣无道 导致朝廷败坏 好了 这一集的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了 我们下集再见